今天我們會調整四個Operation for decimal numbers 我們其實整個Operation 都是跟我們whole number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們就多了一個叫小數點 decimal place 我們通常做那個時候 好像說我們通常做column form的時候 2.8就是加12.28 12.28是放在上面的 12.28 可以嗎? 放在上面 然後再加2.8 這裡大家要小心 小數點要對小數點 小數點要對小數點 我們再加一環 8這裡就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話你當它是0就可以了 你可以自己寫一個0在這裡 8加0就是8 可以嗎? 2加8就是0 然後給一個小小粒的1 可以嗎? 小數點跟回 就這樣跟回就可以了 OK 然後這裡 2加2 再加1 就是5 所以 1508 就是第一題 2.8加12.28 你要懂得做的一個方法 OK 我們試試做一下這個 1.28 我們都是把它放上來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寫7.2才可以的 沒有問題 待會阿Sir也會跟你做7.2 看看怎樣 放上去才會好些 這裡就是1.28 加7.2 可以嗎? 好了 然後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你加一個0 或者你不加也沒有什麼所謂 那就8 加 可以嗎? 你也可以按照加的 可以嗎? 8加0就是8 可以嗎? 2加2就是4 小數點 接著是8 可以嗎? 那有同學呢 有時候可能喜歡7.2 那就加1.28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加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你加一個0 那就 0加8 8 這裡都是4 這裡都是8 8.48 沒有問題 那加那些應該大致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難少少的 就是application 那我們試試做一下 2.1 加14.11 對了 那我們也是寫了 2.1 我們先寫2.1 加14.11 那其實這樣寫呢 就不是那麼漂亮 可以嗎? 但是都可以算到的 那如果你自己 接受到的 那你就自己加一個0 給它這樣就算了 好嗎? 好 那接著0加1 就是1 1加1就是2 接著給一個小數點 對一個小數點 2加4 6 接著1 14加2 這樣的想法 可以嗎? 其實你可以 Decimal 還Decimal whole number 還whole number 可以嗎? 10加11 21 2加14 16 就是這樣 但是我喜歡是14.11 加2.1 其實是簡單一點 我就自己覺得 那就容易理解一點 那就是14加2 都是一樣的 21 14 至16.21 可以嗎? 這些應該大致上 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 好 試試做一下 這一個是12.99 加2.1 12.99 加2.1 OK 那我們試試寫 12.99 加2.1 12.99 加2.1 那你見到 阿sir 永遠都是對小數點的 如果不對小數點 就一定是錯的 沒有的話 就是代表0 9 9加1 就是0 退一個位 小數點先寫 接著5 接著這樣 行了 那這份呢 例如阿sir 給你一個很大的抽 5 6 5 4 3 2 接著加45.0012 就算你是小數點兩個位 或者小數點四個位 都好 都是一樣這樣做 沒有分別的 OK 2加2就4 3加1就4 4加0 4 5加0 5 接著移一個位 2 7 7 2.5444 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加應該是簡單一點 跟本身的整個號碼 是沒有分別的 可以嗎 那加那些麻煩 大家就全都做了 OK 那我們就嘗試看下 subtraction of the decimal number subtraction of the decimal 它當然是難一點 其實就 但是就 不可以 自己調換order 減和加是不行的 可以嗎 那我們要跟回它的order 9.8 9.8 9.8 減8.2 84 這個是1 decimal 這個是2 decimal 那怎麼辦呢 你其實可以任意做的 首先你要知道有個idea 3.80 OK 9.80 9.80是等於9.8 OK 也等於9.800 是沒有問題的 但當然 你小心 9.8 9.80 是不等於9.8 9.8 9.80 是不等於9.8 對不對 也不會等於9.8 0 小數點是沒有問題 小數點是1.2 等於1.2 0 是沒有問題的 等於1.2 0 都沒有問題 多少個0都沒有問題 當然你不可以加1給它 是不對的 意思就是小數點後面 你只可以加後面 你不可以1.2等於1.02 是沒有這個 可以嗎 OK 小數點就是2.345 是等於2.345 0 0 你喜歡加多少個0都沒有什麼 可以嗎 小數點後面加是沒有問題 可以嗎 這個是大家要清晰的 9.8 我們現在是9.8 減8.28 對嗎 9.8 減8.28 我們先寫 9.8 減8.28 減8.28 要對小數點 好了 這裡你小心 一定要加一個0 給它 OK 一定要加一個0 OK 因為剛才阿sir說了9.8 和9.80 是沒有分別的 好 因為你不夠減 可以嗎 這裡移1 10 其實你可以當它沒有小數點 後來小數點就跟回位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小數點我們暫時不理 我們同樣的方法去做回 那些whole number 10-8 是2 8-1 是7 7-2 就是5 這裡不用 點數 點數 可以嗎 跟回位 9-8 1 1.52 就是你的答案 對不對 那我們重量做多幾題 這些要加0 給它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要加0 什麼時候不用加0 對不對 那我們試試做一下7.2 這個 7.2-1.28 那7.2是怎樣呢 7.2 就是7.20 可以嗎 減1.28 其實你心水清理都應該知道 7.2一定是大於1.28 對嗎 因為1.28不會大於2 7又大於2 所以變成7.2是大於1.28 可以嗎 一樣 都是退小數位 借位 還要再借 11-2 就是9 7-1 66-1 就是5 加小數點 5.92 可以嗎 OK 那如果是剛剛好 好像5.2 減3.8 那些就不用了 那我們按照寫 5.2 減3.8 我們兩位對兩位 可以嗎 借位 都是一樣借 12-8 就是4 小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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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就是4 4-1 4-3 就是1 那就1.4 有沒有問題 OK 我們再看大小小的數值 好了 9.9 減4.55 9.9 減4 我們都寫9.9 減4.5 先寫了 OK 又是 加個0比例 可以嗎 逢親 這裡 4.55 是有100th 100th Decimal 即是100th Pace 可以嗎 即是我們叫八分位 即是 0.01 那個位 但你這裡9.9 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加個0 你就當它90 可以嗎 90 減5.5 那阿Sir剛才說了 你可以 整個數碼 換整個數碼 這樣 Decimal 這樣 可以嗎 那你要知道 其實0.9 是大於0.55 可以嗎 所以 你就拿回 90 減55 那這個5 借了個1 那就變成 8 8減5 就是3 然後9減4 就是5 可以嗎 5.35 那我們再來多幾題 明白了 才走的 9.9 好了 9.9 減8.99 9.9 減8.99 我們看一看 是不是又不夠 那 給個0 可以嗎 那我們借它 那就1 但這裡9減1 就是8 又不夠 那我們再借多一個 那就18 18 18減9 所以都是9 9減1 就是8 8減8 就是0 記住這裡也要加回0 因為這個是小數點 0.91 0.91 可以嗎 清不清楚 阿sir在說什麼 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 0.7減0.28 0.7減0.28 我們都是寫 0.7減0.28 可以嗎 那這裡也是給個0 OK 那一定是借位 你給個0 全部都是要借位的 那就是2 7減1 就是6 6減2 就是4 然後這裡照差 可以嗎 0減0就是0 小數點照揭的 不會因為前面是0 而沒有了小數點 可以嗎 要記住這件事 好 接下來我們試試 3.1減122 3.1減122 也是這樣寫 減1.22 按回Decimal Paces 可以嗎 加回0 好了 又是要借位 8 1減1 就是0 然後又要借位 10減2 可以嗎 10減2 就是8 然後3減1 就是2 2減1 就是1 那你發覺其實阿Sir 中間是沒有理過小數點 加減是不需要理過小數點 小數點是第一次 你決定了 它們要先對位 小數點對小數點 這個就是小數點最重要的 一開始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下就是 最後你計完 再加回同一個 Vertical的 Line 再加回一個小數點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你發覺整個過程 是不需要理小數點 可以嗎 那加減應該是很清楚的 我們先做成 然後除阿Sir 現在就是Multiplication For Decimal 我們先做第一題 3.8乘8.2 我們先寫了 3.8乘8.2 好了 等於 我們都一定是做Column Form 沒有理由用計數機 我們不能用計數機 我們一定是Column Form 我們怎樣可以寫 Column Form出來 跟我們38乘82 是沒有分別的 那就38乘82 先寫了 OK 然後加一個小數點 OK 那 我們怎樣做呢 那你就不要當小數點 不用理會小數點 那你就開始做了 0 第一個 兩位乘兩位 還沒有加一個0 800 864 864 寫一個小小的一個6 834 24加6 30 可以嗎 3040 可以嗎 然後再加8216 OK 然後這裡要小心 不要跟小數點太相似 就是你輕輕的 記住 有個1 在那裡就可以了 2乘3 就是6 6加17 可以嗎 那這裡就是6 7加3 7加4 就是1 再移1 3 可以嗎 那這裡就是最終極 你要怎樣去搞小數點 那我們可以想一想 這個是3.8 你當它一個小數點 這個是8.2 你當它一個小數點 一個小數點 一個小數點加一個小數點 就是兩個小數點 所以你自己移位 一個 兩個 那就加這裡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記住阿Sir說話 那3.8 一個Decimal 8.2 一個Decimal 可以嗎 那一個Decimal 加一個Decimal 是加起來的 那就是兩個Decimal 所以你從這裡開始移位 一個 兩個 那就是31.16 但是不要緊 阿Sir會再展示一些其他Working 給大家看的 那一定會明白的 我們5.2乘3.8 我們試試 5.2乘3.8 來囉 5.2乘3.8 OK 加一個0給它 3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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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乘2是6 3乘5 15 可以嗎 8 2 16 給一個小數 給一個一點 8 5 40 41 可以嗎 那這就是6 7 9 1 一個Decimal 兩個Decimal 我們試試有沒有三個位置 2.76 我們試試 不是這個題目的 阿Sir自己弄一題給你看看 1.2 我們試試來做 OK 你可以加一個0給它 可以嗎 好了 如果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怎樣做呢 1.2 跟著 2.76 可以嗎 那我們 要不需要對回 那個小數位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我們不需要這樣寫 我們應該是寫 2.76 乘1.2 就可以了 不需要跟回 那個小數位 這個呢 就會有少許 confuse自己 可以嗎 所以呢 加減 是要對小數位 乘除是不需要對小數位 可以嗎 乘除是不需要對小數位 那我們這個怎麼做呢 都是0 跟著1乘6 你不要管小數點 可以嗎 1乘6 6 1乘7 7 1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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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5 再1 先寫 2 1 8加5 就是 13 移1 好 現在最關鍵的時刻就是 我們要加多少 我們要移多少 小數位呢 那你自己知道 2.76 兩個dx 1.2 一個dx 2.76 兩個dx 1.2 一個dx 這樣總共是 加上2加1 三個dx 我們就移1 2 3 所以答案就是 3.132 3.312 3.312 3.312 有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 你要數有多少個小數點 跟著最後的答案 自己移回 就已經是答案 那我們試試再來做 我們試試 2.67 乘24 好了 現在是小數點乘2位數 都是一樣這樣做 0 2 7 跟著3 跟著5 跟著5 可以嗎 OK 加上4 7 28 2 24 加2 26 2 那就1 0 這個8 這個0 4 這個6 好了 那你小心點 這個是2來的 不是小數點 上面呢 就有兩個小數位 Decimal 是有兩個 1 2 下面是沒有的 那就2加0 可以嗎 2加0 最後就是 60.08 如果 阿Sir 把它變成2.67 如果 乘2.4 呢 那你也是 640.08 那你上面有兩個小數點 下面一個小數點 Total 是2加1 就是3個 那就變成6.408 了 可以嗎 要小心這個 之間的分別 可以嗎 看小數點 有多少個 但其實 整個operation 做下去的時候 是跟你本身 做267 乘24 是沒有分別 就是你那個 procedure 是沒有分別 只是多了一個小數點 後來你自己要看回 究竟小數點 要移多少個位 來決定你最終極 移兩個 還是移三個 對不對 OK 成就是這樣的 idea 那我們呢 會再做多一兩題 好嗎 我們試試做一下 9.9 和8.9 好嗎 9.9 OK 乘8.9 這些簡單了 0 89 72 那就有個7 89 都是72 72 再加7 是幾多 79 OK 接著再加8 981 1 接著8 81加8 81加8就是89 可以嗎 那就寫它出來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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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好 好了 那你現在上面是一個Decimal 下面又是一個Decimal 下面又是一個Decimal 那是兩個Decimal 所以答案就是88.11 就是你的答案 88.11就是你的答案 88.11就是你的答案 可以嗎 那這裏搞定了 我的腳 成那裏 OK 那後面這裏的exercise 都是兩位成兩位 那大家可以先搞定了 那我們發覺呢 好像有一兩題是單數成Decimal 那單數成Decimal 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看看怎樣做 那就算了 那就沒什麼特別難的 那就是3.6乘3 我們這樣寫簡單一點 行了 3.6乘3 OK 那就是36 18 108 OK 我們計算了0 那上面是一個Decimal 下面是沒有Decimal 所以只有一個Decimal 1加0就是1 所以是10.8 10.8 10.8 應該大致上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個Puzzle 可以自己做一做的 但是呢 做一做之前 阿Sir有一點點想說的 那之前呢 其實正常來說 阿Sir呢 小3那時候都會說的 就是說 躺位的問題 就好像說 如果我們是20乘10 OK 那我們就是 不需要理0的 就這樣1乘2就可以了 然後問自己有多少個0 它有兩個0 再加兩個0就可以了 OK 例如一次說 24乘10 OK 那我們都是不需要理0的 24乘1 24先寫先 然後有個0 加個0 例如一次24乘3 OK 那24乘3是多少呢 24乘3 72 先寫先 有多少個0 一個0 可以嗎 如果我是寫240乘30 那也是一樣 24乘3 72 那有多少個0呢 兩個0 加兩個0 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只是躺位的 那麼小數點 怎麼辦呢 既然我們學了小數點 我們都要懂得懂 懂得躺位 0.1乘10 OK 0.1乘10 那你們要養成一個習慣呢 就可以這樣 這樣靜一靜 躺一個位 10呢 就是躺一個位 那你小數點躺過去 就是1 1.0 那就是1 對不對 如果0.1乘100呢 那我們就要躺兩個位 就變成1 然後0 變成10 對不對 0.1乘1000呢 就會是 100 0 可以嗎 多了一個0 那就變成100 可以嗎 100 OK 那其實你可以想 就是說 可以把這個0 這樣的意思 可以嗎 通常我們是躺位 比較最主要的一個方法 來的 那如果我們是0.12乘100呢 那我們躺兩個位 一個 兩個 那就12 可以嗎 OK 12 有沒有問題 只要躺一個位 OK 躺兩個位 那如果是0.05乘1000呢 都是一樣 一個位 兩個位 三個位 就50 可以嗎 那跟我嘗試試一下 將這裏自己搞定去 然後來做 嗯 這裏應該是簡單 這裏好像比較難少少 那阿Sir又說多少少 0.25 我們先寫了這一題 0.25乘252 OK 好了 那我們的做法 和之前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們就是52乘0.25 OK 那你是不需要理0.25的 那怎樣做這些呢 就是說 照樣都是52乘25這樣做 那你兩位乘兩位 0 2乘2就是4 2乘5就是10 加回 2乘5就是10 再躺1 26 這裏寫了 0031 好了 那就是1300 對不對 1300 那自己問自己 有多少個小數位 那上面52 那上面呢 是0個小數位 下面呢 就是有2個小數位 那所以你騰兩個位 1 2 那就是13 所以答案呢 就是13.00 那所以答案就是13 行不行 OK 那阿sir再做其他小小小給你看 第四 第四部分 0.1乘190 0.1呢 就會令到一個0沒有了 那就應該是只有19 行不行 OK 那跟我們剛才呢 這裏呢 如果0.1乘10 就是1 0.1乘18 就是10 乘0.1就會令到他少了10倍 就沒有了0 看到嗎 0.1沒有了0 就1 0.1乘18 沒有了0 就10 0.1乘1000 沒有了0 就18 這裏都是0.1乘190 沒有了0 那就是19 那如果是0.01乘190 那就移兩個位 12 那就是1.9 那這些比較複雜少少 但是呢 同學呢 可以先記了這一堆的 一些 identity 是一些普通 其實不需要背 你明白了就是不需要背 如果不明白 你可以慢慢慢慢自己計 它出來 對不對 OK 那這個表呢 搞定它了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阿sir呢 就比較少 因為我們遲些會再說 是比較深奧少少 因為騰位那些會比較難少少 那所以變了呢 我們就是講一板就算了 那我們看一看這裏 3.6除9 那如果我們平時做開呢 36除9 我們怎樣做呢 那就是36 9 跟著4 跟著這裏呢 就是36 跟著余數就是0 那個reminder就是0 那我們現在是3.6除9 3.6除9 那很簡單一件事就是問自己 哪個大一點呢 哪個大一點呢 36是大於9 那9乘4就是36 對不對 OK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3.6是小於9 smaller than 9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小數點這裡 要加回0點幾 怎樣為之小過去呢 就是如果 大家很簡單而已 如果我有9 9元 你有9元 那我們是不是9乘1 就等於9 那如果我比你少的 或者我是你的一半 那你會怎樣算 如果你有9元 我少過你一半 那你就會將它除以 對不對 除以出來的那個呢 其實就是 乘0.5 9除2呢 就是4.5 你有9元 我是你的一半 就是4.5 對不對 那其實9除2呢 其實你們應該會是 9乘2分之1 就等於4.5 對不對 那2分之1是什麼 如果是小數點 是0.5 來的嘛 對不對 OK 有沒有問題 9除2就是4.5 那除2其實可以寫成 1 over 2 對不對 9乘1 over 2 等於4.5 那其實 其實2分之1 其實就是等於 0.5的idea 對不對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 是要除回 3.6要除回9 你所得出來的數值 應該是小數點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會加個小數點 在上面0點 一定是0點 什麼 9乘 9乘4就是36 對吧 這個是 Divisor 這個是Quotient Divisor乘Quotient 就是Dividend 就是36 那這裡也是一樣 9乘0.5 只會等於4.5 那9乘4 就等於36 OK 9乘0.4 就等於3.6 對不對 因為一個小數點 那9乘什麼 會等於3.6 一定是乘一個小過1的數值 那小過1的數值 我們還要用Decimal來表達 所以我們要加0點給它 那9乘什麼 等於36 4 所以9乘0.4 就等於3.6 可以嗎 所以這裡答案就是0.4 可以嗎 那好像很抽象 不要緊 我們一題一題 再講清楚 2.8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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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夠除的 我們加1給它 那就是2 接著這裡 要給點數 OK 這裡就完成了 那點數就已經平衡了 8除2 4 所以2.8 可以嗎 那你們通常 一開始做的時候 好像很多 uncertainty 阿Sir教你們 就1.4乘2 用去檢查答案 1.4乘2 就是2.8 一個小數點 那你檢查一檢查 你就知道 如果它們相乘 是等於中間入面的東西 那你就正確定了 可以嗎 那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小數 可以做這題 這題不是小數 因為本身2.8是大於2 所以你不會有個0.幾 something出來的 它都是小數 但是你是 greater than 1 那好了 我們看看這一題 2.72 2.72除8 那2.72是少過8的 2.72是少過8的 2.72是少過8的 所以一定是給0.1 去 凡是你裡面的東西 是小 那邊的東西 你一定是給0.something去的 對不對 OK 好了 27 那你給了它就可以直接來 27 27除8是多少 8 4 32 8 3 24 324 所以這裡是24 OK 然後這裡是多少 7 跟3 約了 那就變4 行不行 整個想法就是這樣 32 你不需要理它 因為小數點這個已經是後面 那就已經是0.34 8乘0.34 就是2.72 行不行 那我們再看看有沒有一些 專門計算一些 裡面的數值是小的 我們就有些小數值 如果裡面的數值是大 就沒有什麼難度 行不行 我們試試看這個 7.2除8 7.2除8 那你也知道 7.2是少過8 所以我們就加這個 好 7乘8 等於72 就是9 所以這裡就是7.2 就是這樣 8乘0.9 就等於7.2 行不行 OK 接著試試看 5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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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我們選一些 是比較小的 2.1除 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 有 1.62 1.62除9 OK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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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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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2 3 2 8 2 2 4 5 3 4 5 3 3 5 5 但是这里会比较难一点 5和3要继续去 这里要加一个0给它 这个就是6来的 0.76 对不对 你要搞定这个小数的位置 如果它不够除 5除下去就是30 对不对 你要加一个0 这个是比较复杂 下一堂会专门讲这样东西 对不对 我们再多看一看 没有这些产生出来 3.2 接着8 都是一样 不过这个是Divisible 这个是漂亮的 那就是0.8432 3.2 这个是OK的 这个没什么特别 试试这个 这个是64 没什么特别 这个就是1 4 接着这个是2 这里又有些东西想说 那你不是余数是2 对不对 余数是2 如果我们写回 它出来的余数就是2 但是如果我们用小数点表达 未除完的 你要加回这个 加回0 给它 这里就有个小数点 接着这里就是5 20 1.5 那你自己试试 4乘1.5 是不是等于6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这个应用程序 阿sir 迟些会再教 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做 不懂的 就可以再问阿sir 但是呢 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麻烦先搞定了 加减 然后乘 可以慢慢再做 都没问题 可以吗 那就把所有的 都把所有的 都把它当成做 好吗 麻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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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